欣怡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小波 我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无缘无故对我发这么大的火 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口红送给别人 你不喜欢你可以扔掉 没必要给别人吧 这只口红怎么会在你这里 你还好意思问我 我刚刚碰到那个表妹 哟 小波 又来找欣怡了呀 人家都没把你放在眼里 你整天往这里跑 跟个田狗一样 表妹 我请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愿意对欣怡好那是我的事情 你看 这是不是你送给她的口红 她转手就送给我了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你 我现在就想问 这只口红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当然是她送给我的了 不信 你自己去问她呀 难道我对你所有的好 你都视而不见吗 一点都没有让你感动吗 我只是借给她用一下 没有送给她呀 欣怡姐 我的口红用完了忘记买 你的口红颜色我很喜欢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可以呀 在房间的柜子上面 你自己去拿吧 用了给我放好 嗯 好 既然你都认定是我拿来送给人家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起 欣怡姐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是那个表妹的挑拨离间呢 别说了 小波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先通通脑子想一下 别那么冲动 我怎么这么傻 居然被人认了都不知道 欣怡姐 你这次要去哪里呀 心里意味得很 出来随便状况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今天一大早小波就来找我发脾气 说送我的口红送给人家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哎 这小波怎么这么傻 怎么会相信表妹的话呢 我最怕人家误会我了 所以心里特别委屈 特别难受 好了 欣怡姐 你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你不是说过吗 自己生气就是给自己找罪受 难道你被别人误会了 你不会难受吗 当然会难受啦 但是我会想着去吃一对好的 把这些难过的事情忘掉 别难过啦 走回家去我做罗锅给你吃 很好吃的 走